观察员认为,小杨的女友没有刘女士想的那样不堪 但是,刘女士听不进去 她认为,儿子这个女友就是在欺骗他们母子 并且还让他们母子变成仇人 眼看着这个家就要分崩离析 刘女士开始想方设法地劝儿子分手 刘女士成为儿子的不肯屈服而头疼 没想到这时候,事情却发生了突如其来的转折 儿子女友主动提出了分手 并给刘女士发来了一条很长的分手微信 这些正是刘女士所期盼的 可是,她却仍然放不下心 节目现场,刘女士展示了微信内容 她说,这条微信能让大家看清 儿子的这个女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本栏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牌豪米鄱阳湖大米特约播出 鄱阳湖大米争出生活好滋味 节目继续 12月份,她讲要同我儿子放手了 写那么多,在微信 给你发了微信 发了微信 这几张纸就是在微信打出来的 我老公跟我打出来的 她给你发这个信息有这么多内容啊 哦,好厉害的 写了这么多字啊 对啊 阿姨你好 对不起,这段时间让你受累难过了 楚剑很爱你 她说这段时间为了我与你抗战 是她做过最叛逆的事 是啊,哪个做父母的不心塞 看到自己辛苦养育的孩子 竟然为了一个女人与妈妈为敌 楚剑很心疼你 她说妈妈很不容易 一个人为了三个孩子 当爹当娘撑起半边天 她想要为妈妈多分担携 我觉得这个人很有责任心和担当 这是我最看重她的一点 特别是我经历过一段不幸婚姻的女人 对不起,是我隐瞒了你 也许我想向你证明什么吧 在家里的两个月 是我这一年多来最开心的时候 我愿意为楚剑做任何她想做的事 她说妈妈不会做饭 那好,我来做 她说感觉家里都不像个完整的家 她羡慕别人拥有一个充满欢声笑语温馨的家 我打从心底心疼她 我想要保护她心底的那份脆弱 我想跟她一起好好对她的家人 她爱她的妈妈和弟弟 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的 我对我妈都没那么好 在家里都是我妈给我准备好饭菜 我想通过这段时间 你至少能感觉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吧 不能把我的过去 就给我贴上不幸的女人 或以后只能配得上离婚男人的标签 我也感觉楚剑很优秀 怕自己配不上她 有时候甚至觉得有点亏欠她 因为我的过去给她带来这么多的困扰 可是谁替我想过 我也是个人呢 我只是离过婚 又没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 就把我判死刑 甚至当一个罪人看待 这很不公平 我也想找一个与我相同经历的人 可是我感觉自己已经离不开楚剑了 人心是肉做的 我们两个一起那么的开心 那么的合拍 那么的有默契 两个人一起最重要 不就是开心聊得来吗 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 在我面前 她就像个长不大的小孩 我想这就是爱一个人 才会真正展现出来的吧 遇到她 让我之前的遭遇不幸 都是值得的 我愿意为她洗衣做饭 爱屋及屋 是啊 我们是那么的相爱 那么的想要一起到老 可是你是她的软肋 我从来没有在你我之间要她选择 我说妈妈只有一个 她不容易 你要照顾好她 这一次我们真的分手了 昨晚我们聊着聊着都哭了 我们真的很舍不得彼此 明明相爱 却不得不分开 这段时间她肯定很难受 请你帮我照顾好她 她这个人就这样 有什么自己康 不开心也不会表现出来 压抑自己 这段时间她显得有些憔悴 可在我面前却不敢表现出来 怕我担心 我还是很心疼 我什么也做不了 无法替她分担 我也恨我自己 怎么有个这样的过去 可是我没得选择 缘分就是这样微妙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她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我们以为只要占同一战线 用我们的真诚打动你们 也许能感动老天爷 我们就能白头到老了呢 也许 阿姨 你应该感到开心 你养育的儿子那么优秀 我们真的分手了 你重新振作起来吧 要按时吃饭 不要再犯胃病了 楚奸会很担心你 你还是胖点比较好看 那样看起来精神焕发 你要多笑 你要对自己好点 那样才对得起我们的分开 最后祝你身体健康 每天笑口常开 一家人和和睦睦 心机很大的 这个女孩子 你从这里面看到的是 她的心机 怎么理解呢 老师来教训我们 要听孩子的话 小杨 你朋友说的这个分手 你们同意的分手 是怎么回事 后来是有一个叔叔 他在我心里 其实也很有分量 很有地位的一个叔叔 连他也听了我妈妈的话 说服我吧 然后那天不知怎么的 我就答应了他 要结束这段感情 第二天就跟我女朋友说 要不咱们算了吧 那个叔叔讲的也有道理 可能我再早 只要没结过婚的 跟他比起来都会更幸福 我的路更好走 以后不会有家庭矛盾 然后那个叔叔也说 这样子我女朋友 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跟我在一起 是不可能幸福的 我自己不幸福 他本身就不幸福了 这个阻力太大了 是吧 对 他讲了是假的话 真的丰收了吗 骑骗 儿子小杨 看起来是想通了 女友的分手微信 也显得情真意切 既然这两人已经分手了 刘女士如今还纠结什么呢 这个女孩子太厉害了 有办法 谁或我儿子 到现在就没有封过手 这个女孩子有心迹太大了 在明天的节目中 刘女士指出 这一切是一出假分手的戏码 而这都是儿子女友的主意 不仅如此 因为这个女友 儿子毫不犹豫地 离开了他这个母亲 他就一步拿着 就同个女孩子就在一起 为了阻止儿子和女友在一起 刘女士想尽各种办法 甚至做出极端行为 可是即便母亲百般阻挠 儿子小杨依然要和女友在一起 为什么小杨会如此执着呢 这个女友到底对她 有多大的吸引力 当母子俩的僵持 进入白热化之时 演播室外 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她就是矛盾的核心人物 小杨的女友 令人没想到的是 她的参与几乎就让这场调解 戛然而止 你敢 你敢来 你有资格同我调解 他又怎么资格来 同我调解 他又怎么资格 你不要这么激动啊 你不要这么激动 我何处调解 为什么有这么资格 他跟我调解 你爱到我们家 都没有 而面对男友妈妈的抗拒 上场后的女友 又将如何为爱博弈榜 没想到他妈妈反应会这么激烈 现在这种情况的人很多 但是我一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那么在重重阻力面前 这对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 明晚十点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敬请关注